在得失之间 误得一点禅机 可以给我们慧安的生活一点指引 今天和您分享林清玄的文章 把烦恼写在沙滩上 有一个中年人 年轻时追求的家庭事业都有了基础 但是却觉得生命空虚 感到彷徨而无奈 而且这种情况日渐严重 但后来不得不去看医生 医生听完了他的陈述 说 我开几个处方给你试试 于是开了四贴药 放在药袋里 对他说 你明天九点钟以后 独自到海边去 不要带报纸杂志 不要听广播 到了海边 分别在上午九点 中午十二点 下午三点和黄昏五点 依序各服用一贴药 你的病就可以治愈了 那位中年人半信半疑 但第二天还是依照医生的嘱咐来到海边 一走进海边 尤其在清晨 看到广大的海 心情为之清朗 上午九点整 他打开第一帖药服用 里面没有药 只写了两个字 地听 他真的坐下来 地听风的声音 海浪的声音 甚至听到自己心跳的节拍 与大自然的节奏合在一起 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如此安静地坐下来听 因此 感觉到身心都得到了清晰 到了中午 他打开第二个厨房 上面写着回忆二字 他开始从地听外界的声音转回来 回想起自己从童年到少年的无忧快乐 想到青年时期创业的艰困 想到父母的慈爱 兄弟朋友的友谊 生命的力量与热情 重新从他的内在燃烧起来 下午三点 他打开第三帖要 上面写着 检讨你的动机 他仔细地想起 早年创业的时候 是为了服务人群热忱的工作 等到事业有成了 则只顾赚钱 失去了经营事业的喜悦 为了自身利益 则失去了对别人的关怀 想到这里 他已深有所悟 到了黄昏的时候 他打开最后的厨房 上面写着 把烦恼写在沙滩上 他走到离海最近的沙滩 写下烦恼两个字 一波海浪 立即淹没了他的烦恼 写得沙上一片平台 这个中年人在回家的路上 再度恢复了生命的活力 他的空虚与彷徨也就治愈了 这个故事 是有一次深沿禅穴的 郑时岩先生 谈起关于高登亲身体验的故事 我一直很喜欢这个故事 因为它在本质上 有许多与缠相近的东西 地听就是观照 是专心地听闻外在的声音 其实 地听就是观世音 观世音虽是菩萨的名字 但人人都具有观世音的本质 只要肯地听 观世音的本质 就会被开发出来 回忆就是净虑 是禅最原始的意义 也是反观自心的初步功夫 观世音菩萨有另一个名号 叫观自在 一个人若不能清楚 自己成长的历程 如何能观自在呢 检讨你的动机 动机就是身口意的意 在佛教里叫做出发 以及出发的心 一个人如果能实时把握出心 主掌意念 就能随心所欲 不予举了 把烦恼写在沙滩上 这是缠着的关键 就是放下 我们的烦恼是来自执着 其实执着 像是写在沙滩上的字 海水一冲就流走了 缘起 性空 才是一切的实想 能看到这一层 放下 就没有那么难了 缠并没有一定的形式与面貌 在用时的许多东西 都具有缠的一些特质 缠自然也离不开生活 如何深入生活中 得到崭新的物 并有全生命的投入 这是缠的风味 有一个缠宗的故事这样说 一位缠师与弟子外出 看到狐狸在追兔子 一句古代的传说 大部分清醒的兔子 可以逃掉狐狸 这一只也可以 师父说 不可能 弟子回答 狐狸跑得比兔子快 但兔子将可避开狐狸 师父仍然坚持寄贱 师父 你为什么如此肯定呢 因为狐狸是在追他的晚餐 兔子是在逃命 师父说 可叹息的是 大部分的人过日子 就像狐狸追兔子 一直到了中年 精疲劲力尽 就放弃自己的晚餐 纵使有些人追到了晚餐 也会觉得 花那么大的代价 才追到一只兔子 而感到傲萨 修行者的态度 应该不是狐狸追兔子 而是兔子逃命 只有投入全副身心 向前奔驰飞运 否则一个不留神 就会丧于糊口了 在生命的点和点间 快如迅雷 没有一点空隙 甚至容不下思考 就有如兔子奔跃逃命一样 我每想起这个禅的故事 就想到兔子假如能逃过虎口 在揣息的时候 一定能见及生命的真意吧 时间是海里的水 生活是岸上的沙 把烦恼写在生活的沙滩上 等岁月去扶平它 感谢您收听我为您读书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365读书 欣赏更多图文 以及收听更多主播为您读书 我是潮雨 明天见 爱上的不会忘却 那只是一些片段 忘却都无法消失 他们躲在树后面 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 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思念 眼中的星辰月光 消失在心中的光年 消失在心中的光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